周氏錦朗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我是周忠俊昌 見到期結之前 幸子似乎出現了皮胎 剛剛Weekend說的科技股流已突破 和大家更新一下 暫時的形態 仍未有突破 而且百度好像有少少軟軟 這稍後再和大家說 另外見到 市場焦點除了美股不斷創新高 比特幣也不斷創新高 升穿了五萬七的高位 上年元第一 今年年初 我在其他平台 講美股、期貨平台 或者我自己Facebook 都不斷去講 甚至是一些電視節目 比特幣是值得留意的 而且應該都會升 而現在的確是繼續爆升 連帶的比特幣概念股 都可以升 有什麼比特幣概念股可以看呢 首先說回恆子 見到最近這幾天 即是星期五到 不算是一個大趨勢 但看看星期一、星期二 即今天 見到成交 是慢慢逐步放緩 高位似乎 即是萬七不夠都算高位 現在 高位似乎有些皮軟的跡象 再加上就是什麼呢 上證似乎是慢了下來 在三千點的關口 雖然 其實上到這些位已經很不錯 但我們依然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三千點的關口 似乎都是阻力比較大 無論是北向之金 不斷加持也好 似乎都未能夠突破 我猜 即是阿爺或一些救市之金 都未必想這麼快 立即推到這麼高 升得太急 未必是好事 所以整固在所難免 而看回星期五 那時說的百度 那時的陽足 就收了在這裏 即是突破了之前107、108 這條阻力線 但見到這兩天 跌倒下來 還曾經失手過 這絕對不是一個形態上的好現象 唯一叫做暗太差的話 就是 還是在這個 一底高於一底下的趨勢線 有所承托 亦都未跌穿 或者未完全跌穿 10天和20天的平均線 在大頭作用的百度 都叫做 形態 轉得不太強 後面筋尾的差零零 就不用說了 雖然都是那一句 最近都是一底高於一底 但是 如果看看你的線怎麼畫 保守一點的 可能就畫到290 在這裏 再上一點 如果加上影線 可能是295 這些位置 但無論如何都好 原本想著有機會跌一跌 上穿到 突破下降 下降鬼 現在完全 走勢就不是那一回事 當中比較強的阿里巴巴 有少少在做頭肩底的形態 無論如何都好 他真的突破下降鬼 但是這兩天 都是橫行 偶住在這裏 沒甚麼進展 似乎 還未夠力推上 而且成交怎樣 好像港股這邊 都越來越弱 另外先看看京東 同樣是一底居一底 但是 完全沒有辦法 突破到之前阻力 大概就是 加5個多 你當是96 都是沒有辦法突破到96 這個阻力位的時候 似乎 大科技股 沒得上去 指數 很難再推 不過這樣說 我自己 都有參與一些 央企的股份 買了少許 例如390 這些 整體這些 這兩天都回軟 但是回報 如果你說這個月來計 是跑贏了科技股 所以也是強調 有機會 接下來市場保持 炒股不炒市 以及炒這些落後的央企 比特幣升穿57,000 不知道現在在聽節目的朋友 你有沒有買到 或者有沒有相關的持倉 很多朋友 都會說起去年JPEG的事件 我自己沒有參與到JPEG的投資 OK 他們的人都有找過幫忙宣傳 當然拒絕了 選擇合法的平台 或者穩陣的平台 合法之餘都還要穩陣 因為 合法不代表一定沒有事 金融平台這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OK 這個 就不在今天JOS錦郎 這裡詳細去分析了 說回比特幣 昨晚升穿了57,000 我也十分之開心 一定是 相關的持倉 都是有得賺的 還有最近都加了少少倉 其實比特幣年初至今 升了30% 30% 升超過30% 要投資比特幣 或者相關利益方面的投資 有很多方法 其實有期貨 有CFD 有ETF 等等 如果你說 我只是買股票的話 其實比特幣概念股 表現絕對不差 如果你看回相關的概念股 昨晚在美股 是爆升得很厲害的 其中 譬如Coinbase 比較出名一些 升了16.85% MicroStrategy 即微策略 中文有的譯名 就升了15.86% Riot 升了16.97% Mara 就升了 這裡打錯了 他的Ticker應該就是Mara 升了21.68% 而且 在收了市後 美股有盤後交易 上面這幾隻概念股 是繼續升的 是升3.63%至7.91% OK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特幣 其實形態上 他也是一如以往 整固完之後 升一層 整固完之後 又抽 這個不成功 但再延續整固 上來下去 然後怎樣 為何這裡會有波動呢 因為他的ETF出了 其實這一大段的衝勁都是關於ETF 所以就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完之後 其實我在不少節目都說 調整完之後 就會來 誰知道 真的一下子 抽爆了 上到是57.7% 而有什麼 這些相關的 剛才說的幾隻概念股 究竟是做什麼 Coinbase 在加密貨幣的交易所來 OK 就是比較正規受承認 除了幣案之外 又在美國上市 另外 MicroStrategy 就是相關的分析軟件 他最近又再買多3,000個比特幣 Rionts和Mara 他們都是一些滑礦的公司 即是有些加密貨幣滑礦業務 即是他滑完之後就買 所以他的業績或股價 其實都是幾根加密貨幣行程 即以比特幣為主的加密貨幣行程 OK 整體來說 我怎麼看呢 我的看法是很簡單的 繼續看好並且持有一些合法和合規的 比特幣相關的投資 好 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問 希望大家都讚好 因為始終抽時間去做分析 都很浪費精神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